日前,圆明园博物馆在圆明园郑爵寺接牌,继而向公众开放。 10月25号上午,记者实地探访圆明园博物馆,看到现场已有许多观众前来参观。 郑爵寺内常设展览传承守望,圆明园文物保护成果展,再展文物包括铜器、玉器、瓷器、木雕、石刻、建筑构建等多种门类,200余件套。 这次展出的大部分文物都是之前未曾跟大家见过面的,这是第一次与大家见面。 在这里展示了圆明园管理处自成立以来,它开始做的考古发掘,文物修复,以及数字化保护,还有移植保护这方面的一系列的工作。 在这里我主要就是比较推荐大家看的是这边的坦坦荡荡出土的这个花茄莲芳玉班纸,在上面刻有这个花茄莲芳四个字,在这个班纸的后面还刻有一个这个荷花,非常的精美。 大家可以通过放大镜来观察它的这个内部的一个造型。 郑爵寺最上楼二层内。 五首重聚雇原明园兽手铜像特别展览正在展出,由宝丽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原明园十二兽手之牛手、虎手、猴手、猪手时隔163年后首次回到原明园,与马首重聚。 十二兽手原是原明园海燕堂前水利中喷泉的构建。 该组喷泉将代表东方的十二生肖文化与西式喷泉建筑相融合,具有极高的艺术造诣。 像我身后的这件这个虎手的铜像,就是在灯光的这个照射下,我们可以能看出它至少有三层的这个表面的机理。 第二个细节是可以看到它这个老虎的这个胡须,它原先是有在有铸造的这个毛孔,每个毛孔上面都有一根胡须,现在只能看到其中残存的这个大概一厘米的这个胡须。 然后第三个呢,是它的这个口中,我们知道这个它的铜手是用作这个喷水的这个水利中构建。 观众可以低下头来看它的口中,它是有一个圆孔,这个是作为这个喷水的出水口的。 与兽手同时展出的,还有七根汉白玉石柱,这些石柱在十九世纪圆明园惨遭劫略后,几经辗转,漂泊异乡,在多方密切合作下,才于近日回归圆明园。 这些石柱是汉白玉材质的,它的这个上面的雕花和这个纹饰,采用的大多是西洋西式的这种番花,贝壳这种形状。 在我们这个石柱之上,还有中式的一些花卉,比如说牡丹,玉兰,菊花,还有荷花,还有这个卷云纹,这都体现了它曾经是一件中西方艺术的一个合璧。 大家面前这根石柱呢,它的花瓶当中插的就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这种牡丹花,也是就有非常简单的意义的。 然后前面呢就是西式的这种番花,是一个一种这种立体的这种番花。 上面还有一些这个后来被人用过的一些痕迹,上面这是水泥。 但我们判断当时啊,这个原来这个石柱会用在什么位置上呢? 可以看一下后面这个西洋楼铜板画。 可以看到这块它是作为这个拐角处,或者是这种栏杆的这个连接处来使用的。 这个非常的精美。 据介绍,圆明园博物馆占地14300平方米,建筑面积3649平方米。 展览分别位于正觉寺山门、中古楼、天王殿、东西武佛殿、三圣殿、文书亭、东六大金刚殿、最上楼等建筑内。